男人不懂女人的浪漫 那女人懂男人的眼光嗎 第一關就是考驗女大生 了不了解男生喜歡的穿著打扮 而在這之前 我們已經先調查好 男生心中的NG地雷單品 只要是中最多地雷單品的那一隊 就必須接受殘忍懲罰了 就讓我們回現場看看 女大生怎麼搭配吧 第一關是以男生的標準為主 所以你們在挑的時候要小心 好不好 我們先翠全選模特兒 剪刀 薯頭 布 好 溫妮 溫妮 你選誰 漂亮 選佳琪 佳琪 佳琪選了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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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起貓點 一站起貓點 很會耶 不是 問題是 溫妮立刻選了佳琪之後 我就看到心裡在發抖 妳在投手間 為什麼 CINDY 沒有 因為我原本設定好 所以我已經想好 要幫佳琪要搭配什麼了 對 我想好 還是MOMO乾脆退出 我們就佳琪 換不掉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後面可能有一些魚鱗跟魚網 好不好 都很奇怪 是 那兩位設計師要注意 好不好 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講 是以男生的標準為主 好 給你們30秒時間 選 但是我們有測試的情況 請看 第一關 參加好友聚會 其中有個男生是喜歡的類型 想要吸引他的注意 要怎麼樣來搭配呢 OK 那我三點 對 不要穿 快 好可怕 究竟怎麼穿搭 才可以吸引男生注意 又不會選到男生認為的 地雷單品呢 在兩位女大生換裝的同時 我們來問一下男生們 對於飾品的看法吧 我要問KEN跟豆 比如說小配件 你們會喜歡哪一個 還是對你們來說 真的沒感覺 我喜歡這個花 你喜歡那個花 為什麼 沒有 我覺得女生身上有這個花 你會覺得她很可愛 浪漫 就有點比較成熟 然後如果女生戴這種形狀的 這種幾何圖形的就還好 那個三角形真的是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說 男生比較不吸引男生 對 對啊 可是 射黃瓜 對 有些花的啦 小動物 那像這種可愛小動物呢 這樣呢 而且有點Bling Bling 男生喜歡嗎 你們會擔心養不起他 Bling Bling 會 搞不好他喜歡鑽石啊 這些 可是現在超多女生 那個手機都貼水 就是假的啦 又不是真的 那OK啊 對不對 我就是要看女生本身正不正 對 你們都沒有在看配件的啊 對不對 沒有啦 他要是正 他的配件也都... 滿漂亮的 都可以接手就對了 好 來,我們這個先問一下果子好了 這個,你接觸這麼多的網拍 有沒有說真的有一些小配件 你會覺得一拿出來就很加分 就像譬如說 眼... 太陽眼鏡就是... 也是彩色的太陽 有加分嗎,那都 加分 妳可以戴起來,我們看一下 明星感 對 對不對 有加分 眼鏡類 還有什麼類的我們配件 髮帶 然後再試著髮帶 髮帶 你以為那是丁製庫對不對 那個看起來有蕾絲的就... 對 男生跟女生腳踏真的是不太一樣 對,男生跟女生腳踏 問一下BENSO 如果你會挑的話是哪些配件 我覺得我會挑的話 我會挑一些比較中性的 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戴的 比如說 手錶 手錶 大錶面的手錶 大錶面手錶 好大的錶面,這個真的很大 以前主持節目忘了戴手錶 我都跟Roger借 Roger的錶都大大的很好看 這是女的大錶面的手錶 很帥 對啊 好好看哦 男生... 女生戴這個很大 好看耶 這貴嗎 大概一萬多塊 好看耶 好看耶 真的好看 好 還有我覺得你的那個 太陽眼鏡很好看 對啊 這個太陽眼鏡 經典 好好看哦 還滿流行這種淺色細框的太陽眼鏡 而且你看 它的形狀也很特別 這是什麼 它有這個很小 真的可愛 這你可以打開 可以打開 裡面還有矽頭 這是項鍊還手錶 它是項鍊 項鍊 有矽 裡面還有一封信 可以拿出來 I love you 裡面是I love you 太多數了 好可愛 這是你去哪找的 這是我設計的 真的啊 好好看哦 而且為什麼有一點 就是比較好像 處理得有一點舊舊的感覺 是不是 故意 我不太喜歡很新的東西 我希望有人使用過它的感覺 然後更有一種復古的味道 好的 我們現在其實後面的兩位模特兒 已經準備好了 好嗎 我們先歡迎第一組 就是我們CIDY設計師 帶來他的MOMO 出場 幹嘛 天地上樓 有贏的 我要去黑衣服 有贏的 這個那種 我只是在那邊去買 各位,第二組就是我們的Wendy 還有我們的JASSEY 好看耶 都是一樣的帽子啊 不會耶 性差太多了 因為顏色嘛 原來這個比較像要出去玩的感覺 哇塞 沒有穿 對 對 好耶 好耶 來,請問一下CINDY 幫MOMO打扮的重點 因為剛剛就是專家們有說到 今年流行的風格是浪漫又帶點復古 所以我選用的是就是 比較復古的鞋子 而且請注意哦 我的搭配是就是比較接近肉色膚色 這樣子可以無限延伸上來之後呢 又搭配一些比較復古的單品 然後就是還有就是復古的帽子這樣子 然後男生基本上對這種水域點點的 這種洋裝 基本上我覺得是無法抗拒的 然後搭配... 就是KERBYS啊 搭配一頭飄逸的長袍 我覺得非常漂亮 很適合MOMO 好看哦 帽子紅色 可是你們不要一直笑 我跟你講,如果這個出現在日本街頭 你會不會覺得合理 合理 真的合理 可是如果在台灣街頭 你們就會一直笑他啊 不是,是MODEL的關係 不是MODEL的關係 那請問一下 問你的裝扮重點是 其實我的裝扮重點就是 今年像這種牛津的扣子 其實還滿流行的 然後就是搭配一個長版的襯衫 就是讓男生看起來就說 他有穿還是沒有穿這樣子 然後褲子 看起來比較高 然後加上這個帽子 KEN哥有意見,KEN哥 你覺得 沒有,我是覺得說 他們的顏色是不是都不太搭 就是帽子跟那個衣服的顏色 然後鞋子 沒有,這兩個顏色不搭啊 交換應該好 他們都是搭 鞋子交換對不對 鞋子 鞋子假如互相交換 交換 包包流出耶 MOMO也不能穿那個鞋啊 你覺得MOMO 我們請這個師徒來幫忙好了 好不好 你覺得這兩組的 哪一組配的比較好 哪一組配的比較好 好危險的 都... 我覺得如果MOMO沒有帽子 然後... 會比較好嗎 拿下來看看 其實這樣OK 不是換草帽也好 這樣 怎麼草帽 草帽不搭啊 那家綺這一組 我是覺得那個流蘇疤好像... 怪怪對不對 有個衣服搭 或者是那個衣服的長度 我覺得... 衣服的長度 因為這樣有點... 如果再短一點呢 對,我覺得再短一定要露出... 對啊 要露出褲子來 比較長 或是前面綁一個結這樣子 嗯 可能比例會比較好一點 好,了解了